工人将两条铜线交接在一起 趁铜线不注意 将它们俩融结在一起 在导轮的作用下 铜线将进入热油雾的机器内部 进行拉伸 反复拉伸十次 直到直径达到一毫米 细铜线目前被缠绕在一起 工人将它们带到新的拉伸区域 这些铜线被抽离出来 宛如蜘蛛网一样 密布在空中进行撑揽 这宛如编织的缝纫机 每八根导线构成一个半导线 需要二十股这样的解面 一起进行微妙的特殊编织 一根电缆线很快完成 这些是可以热素的绝缘材料颗粒 它们将会在真空的机器内部 进行融化 当电缆线的铜丝 包裹上外皮的时候 人们会将它的表层 喷洒一定的水分进行降温 这些导线的下面是水池 上面就是喷洒降下水分 类似喷泉 不同颜色的导线 再次进行编织 在机器的努力下 成为一根很粗的彩色导线 现在进行灰色塑料挤涂机 三根导线被塞入一个硬质的保护壳里 表面撒上一些滑石粉 机器开始测试电缆的切实度 导电能力 这个研究员正在对电缆的外壳进行拉伸 人们需要检测外壳的使用寿命 安全性 耐用度 以及耐油性 抗动能力 研究员还需要电缆的切片 放在显微镜下 观察它的结构和厚度 一切测验通过 这根电缆就可以正式开始使用